而如今主持榮賀龍的前女友隆隆也發生了 而且更在臉書PO出過去的表演片段說 只有魯蛇會靠貶低他人讓自己好過 隆隆24號深夜在個人粉專PO出過去表演的片段 內容提到他剛開始講脫口秀爆紅 被許多人說因為他是女生所以才會爆紅 女生在台上講笑話不好笑都60分起跳 讓他一度很難過 而影片中龍龍表示他回家思考後突然想開 不對啊是你們這些廢物怎麼不厲害一點啊 只有魯蛇會靠貶低別人讓自己好過一點好不好 跟我前男友一樣 立刻引起台下的歡呼 而龍龍將這段2019年表演的片段PO出來後表示 只有魯蛇會靠貶低別人讓自己好過 我早就說過了呢 並且在吻墨標記前男友分手分的好啊 而曾經採訪過王志安的知名Podcast白鄰果 也被網友點名了 對此白鄰果昨天有在臉書上作出回應 白鄰果在粉專表示 這幾天有很多人在討論王志安 我們跟他錄了兩次音 吃過一次飯跟去了兩個競選辦公室 我們對他的認識就是一個離開中國的自由派 但在中國長大的自由派 很多想法在我們的眼裡還是相對保守 甚是有時候會覺得他是個保守派 粉專接著提到 他的觀點有時候讓我們覺得很犀利 有時候很大中華跟我們的看法不一定一樣 但不影響我們跟他交流的意願 就是因為有不同的觀點 每次跟他聊天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火花 對此網友們是紛紛回應 這次的爭議應該是拿弱勢族群來善效 跟自由保守還是大中華的論點無關吧 也有人說我真的很喜歡白鄰果 但這次焦點真的是在王局歧視的言論上 此發文真的有點偷換概念了 而一人Albi是賀龍諺夜秀的助理主持人 而近日節目爆發了爭議 他也緊急發文來道歉 說自己當下沒聽懂就笑了 不過萬老師郭玉琴就怒吼王志安 一共說了兩次 絕對不相信坐在旁邊的主持人 會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而就此不過像是同位藝人的曾偉中 卻在Albi的道歉文下力挺 問題不在你加油啊 賀龍諺諺秀近日邀請中國媒體人 王志安評論台灣選舉 煙談間善效聲仗者 暗指罹患喊病的民進黨部分區 立委候選人陳俊翰引發輿論圍剿 而昨日助理主持人Albi緊急發文道歉 聲稱是場地因素沒聽清楚就跟著笑了 對此萬老師民進黨立委郭玉琴在臉書怒轟 王志安當時說了兩次殘疾人 絕對不相信坐在旁邊的主持人 會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痛批Albi拍手叫好大聲善笑的行為可恥至極 是人性最醜惡的一面 Albi在文中指出來賓王志安的發言是脫稿演出 不在腳本內也沒有指名道姓 對於自己沒聽清楚就跟著笑感到很抱歉 自己從來沒有歧視過任何人 更不會想傷害為生命奮鬥的陳俊翰 而同樣身為藝人的曾偉忠則是直接在該篇貼文下留言力挺 認為敢把這個橋段播出也是滿大膽的 並安慰Albi 問題不在他 相信以Albi的個性不會附和這種發言 儘管如此道歉聲明仍先請網友正反兩面討論 好 轉換焦點來看到社會的消息 也就是新北市一名男嬰宋拖嬰中心 傳出一次遭到淚濕的口罩活活悶死的憾事 而雖然經宋衣禁機搶救 卻是錯過了黃金的救援時期 那家屬也只好放棄了 那現在事發後家屬已經對拖嬰中心的向勢 張姓主任 林姓及曾姓兩名照顧員 來提告過失致死罪 而主播林彥如也透過臉書來透露說 男嬰的雙親已經同意來棄捐 將男嬰的心臟來依愛人間 那其實疑似拖嬰中心人員的疏失 造成這起憾事的發生 男嬰的雙親昨天也出面受訪了 更哽咽地表示 盼這個孩子的到來已經非常久了 沒想到卻只短短相處了十一個月 那我沒想到就是好不容易來的這個小孩之後 就這樣子跟我們相處十一個月這樣就走了 華視主播林彥如在臉書上痛心發文 只稱好友姐姐二十二號上午將十一個月大的兒子送到拖嬰中心後 沒想到這一別卻是天人永隔 文中提到近期呼吸道疾病開始流行 拖嬰中心要求小朋友必須戴口罩 孩子因為抗拒而將口罩扯掉 但是老師又強硬要求幫他戴上 孩子也因此開始哭鬧 直到眼淚鼻水浸食口罩黏住口鼻後 孩子便慢慢沒了呼吸 後來發現時已經錯過黃金急救時間 送醫搶救後仍懸告不治 男醫父親透露 照護員至少有兩次的機會可以救孩子 但卻都因為疏忽 錯失了寶貴的救命機會 才導致孩子因此喪命 我們是14年結婚的 然後一直也沒有病例 然後但是都一直沒有小孩 男醫媽媽表示 當初她和丈夫婚後 一直都沒有小孩 為了求子長期吃中藥調理身體 也多次到婦產科檢查 等了八九年 好不容易等來這個孩子 沒想到才相處十一個月就走了 其實很不捨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不容易才有這個小孩 因為拖嬰中心的過失 讓男嬰雙親八九年的期待 在男嬰出生後的十一個月徹底破碎 而男嬰雙親昨天悲痛出面 表示無法接受十一個月大的兒子 就這樣離開 後續也將對拖嬰中心張姓主任 林姓照顧員 曾姓照顧員提告果實致死 如今農曆新年將近 男嬰原本在俠俠州 就要抓州了 結果發生這種憾事 令人不勝唏嘘 兩名照顧員是被移送地檢署調查 而經過覆訓之後 檢方裁定兩人 吳寶請回 24日新北市一名十一個月大的男嬰 送往拖嬰中心照顧時 因照顧員的疏失 造成男嬰活活遭口罩悶死 男嬰雙親24日北桶出面 對拖嬰中心張姓主任 林姓曾姓照顧員提告過失致死 林姓曾姓照顧員 昨日被傳喚到派出所偵訊 訊後被移送新北地檢署 面對現場大批媒體 兩人用外套蓋頭不發異語 快步離開 經檢察官附訊 裁定兩名照護員吳寶請回 吳憲至住居或擇付 詳細案情仍待調查釐清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一起昨天發生在花蓮新城鄉的火警意外 移動民宅昨天下午發生火警 警銷道場灌救 救出了四名受困傷者 其中有兩名幼童 因為嚴重的燒燙傷 宣告不治 花蓮縣新城鄉昨天下午發生 一期兩死火警意外 移動兩樓高民宅發生火警 警銷道場灌救時 民宅一樓二樓已全面燃燒 二樓的陽台還有明六十多歲的 張新婦人等待救援 隨後警銷救出四名受困傷者 不幸的是其中一名三歲男童及兩歲女童 因嚴重燒燙傷僅搶救後人權告不治 而兩名大人目前仍在加護病房搶救中 警方初步調查 屋主親信老翁為榮民 有中低收入身份 與大侄女夫妻一家五口 小侄女與男友及一名嬰兒同住 另外還有房間分租給張新婦人 一共六大四小同住在這棟家蓋的鐵皮屋中 至於詳細期貨原因 還有待釐清 MING 在这边